的记忆当中一直记得就是王永庆历经了好几任的总统 而今天传出来他在美国纽约不幸往生的消息 大家都觉得好像心中失去了一块什么 可是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 想要知道的就包括了整个台作集团 他们整个的股价包括了整个的经营状况 会是如何的发展以及接班的部分 一人串的报道我们就先来看到 很多人就说不是在一个月前才做了健康检查 那么这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实上对于王永庆在美国病逝的这个消息 他时间是在台北时间的昨天晚上的9点38分左右 也就是当地时间的早上的9点38分 那么按照台作的说法说是在睡眠当中去世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说法说他好像是有弹梗柱 或者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可能是吃东西的时候 一下子噎住了食道那么顿时之间卡住 那么最后就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但不论如何我们要看看他医疗小组的召集人吴德朗说 王永庆的确在一个月之前才做过全身的健康检查 他平常也是常常大陆美国到处跑都没有状况 没想到在今天凌晨在睡梦中过世了 金之神王永庆在美国纽约逝试震惊全台 台作上午的声明稿强调王永庆是年事已高 在睡梦中安详过世 事发这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0月14号的晚上 他还跟美国台塑企业的高级主管 在他家里用晚餐 那么还喝酒 那么心情很好 那没有任何一样 董事长可以说是在睡觉当中很安详地离开人间 王永庆逝世主因 除了睡梦中安详死亡 另外有一说是王永庆喉头卡住坛 另外一个说法是王永庆在纽泽西家中进食时 不慎失误卡住喉咙 当时紧急联络当地的台塑家庭医师沈渊运人急救 最后再紧急送往地方医院 不治身为王永庆20多人医疗小组召集人的吴德朗 不愿多做演艺 但强调这趟美国行 事实上有三位医师是坚决反对的 我啦这个王敬杰医师啦 或者是杨定义博士 我们三个人都反对 他这么大的年纪 还长途坐飞机到美国去 但是董事长他个性是很强的 事实上王永庆美国行的前两周 还进行了20多人医疗团队的检查 由于身体虚弱 走路还需要人搀扶 家人都反对这趟美国行 但他坚决仍然要去 飞机上全程有大女婿 也是长庚生计董事长杨第一 全程陪同 王永庆长年有脊椎不良 骨刺 心血管疾病的老毛病无法久战 没想到却在美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中天新闻郭旺述 徐少平张正威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